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这里是每天早晨八点钟 婚礼上线的全娱乐早八点 我是希希 林志玲和严陈旭传出了 世纪复合之后呢 两个人在婚姻当中都没有把话说死 所以引起了外界很高度的关注哈 那今日呢 在绯闻传出之后 志玲姐姐呢 也是首次公开亮相来回应 她对于婚姻和对于爱情的看法 那另外呢 志玲姐姐也是宣布了 明年她会大幅度的减少她的工作量 同时呢 她会暂停自己在电影和综艺方面的工作 来调整她的生活步调 不知道志玲姐姐这个状态 是不是真的好事将近哈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尊重她和祝福她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发起一个话题了 大家对于自己的事业和爱情 这两件大事是如何平衡的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 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 好了 接下来就是每天都来报道的 不得不看 和小编作品累脑吐血的 搞个大新闻 李阿鹏自打和王菲结束十年婚姻 分到扬镳后 有过几段昙花一线的恋情 但是却都没有开花结果 然而近日摄影师在北京彭润大厦 李阿鹏自己所开的餐厅里 摄影师就全程目睹了 李阿鹏和一位神秘女 在餐厅里亲密的画面 当天只见李阿鹏穿着黑色毛衣 坐在沙发里 与一众老友说笑 不时插几句嘴 说到兴起时 手里还不停笔划着 似乎是李阿鹏的一位好友过生日 只见他身边的朋友 换了一批又一批 李阿鹏却坐在座位上 一动没动 此时他身边坐了一位 年轻的妙龄女郎 梳着一个发迹 手舞足蹈的与李阿鹏聊着天 李阿鹏在一旁也听得津津有味 宾客们你一杯我一杯 酒越喝信头越高 李阿鹏便把毛衣拖在一旁 只穿着一件白色短袖 摄影师发现 此时李阿鹏的身边 站着一位披肩发美女 两人靠得很近 随后李阿鹏把脸贴近这位美女 笑容满面 只见女子手里举着一杯香槟 向对面的人敬酒 原来这位神秘女 一直在为李阿鹏挡酒 果然是女中豪杰啊 随后神秘女脑袋 靠了下李阿鹏的肩膀 有些娇羞 而李阿鹏也如是重负般 搓了搓脸 摸了摸头发 聚会一直到5月12点才结束 李阿鹏和这位女中豪杰 一起走了出来 此时神秘女居然挽着李阿鹏 走了出来 身体依偎在李阿鹏的身侧 小鸟依人般 随后食指紧扣便上了车 看到这一幕 摄影师完全明白了两人的关系 原来二人是男女朋友啊 所以女子才不忍 让李阿鹏喝那么多酒 替她挡酒 这都是因为爱情啊 历年到底 什么颁奖礼 各家盛典就开始轮番 嘎喜网友眼镜 这不昨天 不知哪家没事找事 留出一份明星休息室 等级分配表 哎呀妈 贵圈的369等值 原来一直严格在执行 根据此表来看 分别设有有洗手间和无洗手间 而有洗手间类 居然只有四个人 杨阳 范冰冰 黄晓明 杨蜜 其他人都是无洗手间 不分一人 还是共用休息室 哪泥 四安排一出 挂友瞬间炸锅 这咖位厉害了 杨蜜杨阳居然跟范爷一个档次 成了超一线大排 这让丽颖热巴堂堂怎么想 都是流量和小花 意在我们比不过杨蜜 同样的 陆涵张艺兴粉丝也不服 这是按亲书牌的嘛 杨阳他怎么混进前四去的 陆涵房间为何比张艺兴还小 当然 老年族也没闲着 你们在开玩笑嘛 黄渤和达康书记 哈位没有那四个高 欺负我伯格好说话不如他们 娱乐圈狗眼看人低啊 插心了 黄渤知道你们又拿他当枪使了嘛 怎么就没有人发现 只有比比和华晨宇下午去彩排 虽说有粉丝立马为爱豆玩尊 怪杨阳屁事 又不是他要求的 我们一可是国际影后 怎么就没作品了 一个洗手间也要正是谁这么憋不住眼红了吧 杨密杨阳不来 这个盛会和草台班子有什么区别 嗨嘛 厕所看咖位还是低调点好吧 这或许不能说明别的 只能说明事多呢 我伯格自己都没意见 一个休息室看我被刷多少铁了 不过说到这儿 那么问题来了 咖位和流量对等嘛 有人给出解释 流量靠商业价值挣钱 咖位靠作品来维持 行业内咖位衡量标准通常有四点 品牌认可 艺人号召力 作品和奖项 片酬的高低 而这次作为某家的年终胜点 商业价值的对比就更为强烈 流量艺人的大刊数量 和代言的质量和数量 就是衡量鲜肉小花咖位大小的关键 简单来说 杨密杨阳或许不排除品牌方给的待遇 另外 团队和艺人是否矫情 也考虑在那 或许老戏谷根本就是不开尔这些 演员一起谈剧板 流量一起溜粉丝 总之要结露 脑残家加油 都觉得自家红 有言有流量 咖位看奖项 虽说资料流出 挑事之意明显 但是能反映一部分事实 别什么十八线都能越级碰瓢 毕竟 这才是业内认同的咖位 接下来是娱乐圈已经如此艰难 我却偏要拆穿的放点猛料 要想不 升个二胎演艺录 扮演稳坐娱乐圈超一些女星 曾被误认为是私生子的弟弟 今年被卓尾爆料即将出道 果不其然 昨天有网友爆料 冰冰17岁弟弟范澄澄 从韩国以练习生的身份 回国参加选秀节目 从曝光的机场照来看 牛仔外套口罩颜面 以及中分场版的精致耳环 简直就是韩法教科书版的存在 巴特 迷妹还没收获几个 质疑倒是传来不少 还是戴着口罩比较好看 为什么跟全家服不孝 还有陆涵粉丝认为她整容 贝对 去棒子国有不整的吗 就和你家陆涵一样 也是看到网友哭笑不得 不过更多人觉得 澄澄作为范爷亲弟弟 肯定是顺风顺水 但是到底能不能红 还是要看实力 啊 看到大家三观端正 姐也就放心了 况且就算她闯荡演艺圈 那也可能只是兴趣爱好 因为家里有个冰冰这样的姐姐 想干啥不行 泪遥远的距离莫过于 我想天生保护你 你却让我放手 昨日凌晨 陈雪东发微博称 听说找了保安大哥保护我 然而我的感受是我被控制了 据了解 大批粉丝机场街机陈雪东 维护冬冬安全 主办方找了不少保安大哥护驾 敬业如保安大哥 为了保护我方冬冬 一路上贴身抱着冬冬前行 被抱的冬冬 时不时尴尬而不失礼貌地提醒大哥 不要抱着我 不要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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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窒息的操作 挂有笑快 放开它 让我来 利用工作之便强行抱冬冬 你们这群坏人 又想勾引解决当保安 眼看起高楼 以锤毁所有 自从李宇童在微博上甩出连环锤 薛之谦在网友心中形象 荡到谷底 不仅人设几乎全帮 更是惨变群潮体制 随便上个新闻 都能招来各种嗨 这不 日前薛之谦深夜现身机场 帽子口罩全服武装 完全一副低调做人的样子 然而 感人的是 即便夜深风大 依然有粉丝在机场深情守候 尽管现场粉丝数量与之前没得比 但说锦上添花夜 雪中送太难啊 所以薛之谦看到寒风中的粉丝 也是热有感动 大力挥手 与粉丝亲密打招呼 随后更是直接扯下口罩 与粉丝对话 看到这样的老薛 铁粉们纷纷表示 爱豆实在太温暖 然而 相比粉丝的死心塌地 网友们对此却是不买账 扎心之谊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嗨一股 看来前任风波余威油赞 薛之谦想要翻身 前路坎坷啊 巴特看到粉丝寒冬深夜送温暖 尤姐也只能感叹 可怜天下粉丝心 老薛可得长点心啊 早摇一张嘴 屁摇跑断腿 近日有报道称 王世玲在综艺节目中 称呼姚明女儿农村娃 妈咪李香还力挺女儿 孩子的世界很直观 这三观 围观瓜友看的是黑人问号脸 老婆闺女被瓜友狂疼后 王月轮忍无可忍 大微博发飙 两个小朋友根本不认识 也没共同参加过什么综艺 天天造谣重伤 搬弄是非 你们TM有病吧 并发声明 一 两个小朋友素不相识 二 请不实信息发布者 立刻删除该不实信息 王世玲粉丝后援会也表示 王世玲现在一直在上学 很久没有参加活动和综艺了 请不要整天造谣抹黑小学生 哎 世风日下 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造谣者的良心 真的不会痛嘛 最近有乖阿姨霸出 谢霆锋猛娃时期的视频 机灵可爱的引得一众老姐姐们 翻向导棍准备麻袋 其中 霆锋三岁就跟谢贤登上荧幕 一起和四哥为妈咪计划母亲节 拿到现在 不就是爸爸去哪儿的环节吗 母亲就做什么 做些母亲喜欢的事 你妈妈平时喜欢做什么 你便做什么 好呀好呀 平时妈妈最喜欢带来 不如我们陪她带来带来 怎么可以这样 好了好了 算了 你舍不舍母亲的 舍 那母亲节那天 你不如跟妈妈扶地 扶地 幸好一年一次母亲节 如果没有 你扶地 这偷懒又傻宝 果然是亲生的儿子 你没纷纷留言 这是哪个小可爱啊 思路这么清晰 不好糊弄的孩子 爸爸我还有一集 快去参加好不好 网友还穿越 翻出三十年前 千王群英会 捉到为汪阿姐送花的谢霆锋 和妹妹谢霆锋 虽然小风风越来越帅 但是网友还是被严肃脸的婷婷吸引 但不炸了 婷婷好像妹妹啊 她妹妹是妹妹本内了 看着一旁淡定霆锋 想到那时的王妃都快出道了 也是妙不可言 最后画面转向台下 姐明白了 原来什么时代 都有望穿秋水的怪阿姨啊 还好听逢你长大了 要姐说 没法穿越捕捉小风风 那就来我大优酷 品尝风味吧 12月9号 优酷全网独播 麻袋咱们可以先留着嘛 说起娱乐圈的热搜体质呢 真的是不得不服一个人呢 就是郑爽 因为跟她有关的呢 除了这个上戏啊 演综艺可以上热搜 什么鼻子眼睛胳膊腿化没化妆 什么都可以上热搜 绝对是热搜第一人哈 但是呢 有一句话说的好 虎女无犬妇 爽霸要出道 要说到娱乐圈的新霸第一人呢 那绝对是爽霸莫属了 自从我们的爽霸跟着郑爽 上了一档笑道类的真人秀节目之后呢 爽霸在娱乐圈可以说是跃跃欲试哈 什么开店啊 开公司啊 做郑爽的经纪人啊 自己演戏啊 现在呢 还开始下海经商卖面膜 反正我们的爽霸在娱乐圈可以说是 风生水起 爱搞事情 爱上热搜 那我们今天的娃娃Oh My God呢 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爽霸的事业蓝图 虎女无犬妇 爽霸要出道 纵观当今娱乐圈 要论明星爹妈的存在感 如果一眼不合就留200亿的掏霸排第二 那么爱搞事情上热搜的爽霸 则是全力新霸第一人 自从跟着闺女郑爽 上了某笑道类真人秀后 爽霸就在娱乐圈里跃跃欲试 神妈演戏 开店开公司 顺势做正爽经纪人 如今还下海微商卖面膜 娱乐圈事业版图四面开花 重挂得挂 今天又姐就来扒一扒 不断扩展事业版图的爽霸 她的腕 开家小店陪陪她 早在14年的时候 爽妹子的家人就在横店 开了一家小小的闸妻店 标姐是店长 爽妈来收银 爽霸负责hold住全场 这样一家人都能陪伴长期横票的爽妹 开店的初衷是极好的 很多路人朋友慕名而去 但是po出来的评论 却不是那么肥事 粉丝们不仅吐槽爽霸 爽妈服务态度让人很不舒服 而且价格也不够贫义进人 去年就爆出 炸鸡店被黑粉砸了的新闻 炸鸡店也就关门歇业了 今年10月份 炸鸡店又重整旗鼓开业了 爽霸也站在门口拍了张照 给自家店铺宣传站台 嘿妈 看爽霸黑超遮面的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家明星来捧场呢 帕特托总有一颗演戏的心 看过他们那档笑到真人秀的网友都说 爽霸有颗小红的心 爽霸也就建立郑爽的资源 在他的戏里客串一把过过眼 之前郑爽接受媒体采访时 在演某部戏时 爽霸去探班 顺便客串了一把 还想跟导演要台词 结果当场就被郑爽拒绝了 而爽妈没能客串还吃错 说到这儿 姐就想说呵呵 你们的戏可真多 除了客串电视剧 爽霸杂志红毯和应兆通通不少 而今年9月份 郑爽拿最剧搜索价值电视艺人那个活动时 爽霸也是亲上红毯亮亮相 自己想红还没够 爽霸还把郑爽的柴犬小七 也送去拍猛宠青春剧 嗨一姑 小气那么可爱 你可怎么舍得呢 爽霸的扩展娱乐圈的野心 远不止于此 去年的时候 还以自己的名字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 投资电影当出品人 投备一部网大 女主角还要通过海选来确定 你要问幽姐 电影具体讲什么 就是少女追梦娱乐圈 诶 这故事真的不是说爽霸自己的事 Top3 为自己代言卖面膜 总是敢做时代弄潮儿的爽霸 又紧跟时尚的步伐 11月27号 有网友就曝光了爽霸的一则朋友圈 发文称 自己的品牌隆重推出 第一款产品为面膜 是为了回馈女儿的粉丝 其实在11月初 爽霸就在微博po 各种学习的进程 紧接着 似乎进入了卖家秀实验的阶段 来来来 来张大图你们感受下 爽霸十分自豪的颜值 尽管爽霸十分看好自己的产品 但是郑爽的粉丝们都在跪求 千万不要让郑爽来宣传 呃 游杰怎么从卖面膜 想起了张婷 从爽妹宣传面膜 想起了小S老公的面包店 共同点是 最后都玩完 爽霸可要长点心啊 最后 游杰想说 虽索爽霸出道没什么错 但是非专业出身 管理郑爽的经济团队 就不是那么容易的 更何况 爽霸自己还有那么多血 真的不怕西瓜芝麻 都丢了吗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咯 每周一到周五早晨八点钟 全宜乐早八点 给你一整天的活力 我是西西 明天早晨八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听见吉他的悲伤 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 唯一的平均 直到我再次拥抱你 请记住啊 你闭上眼睛月就会伤心 我闭上眼睛月就会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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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上眼睛月就会伤心 我闭上眼睛月就会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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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停的爱请记住 这世界很苦